马来西亚从北马到南马 这个五月也是他们所推动的 斋戒月动员了上千名志工 今年除了志工不断地走上街头 宣导劝诉之外 更带动了许多餐馆业者一起公斋 清晨五点不到 马来西亚新山的50家素食餐馆业者 忙着准备料理 五月佛弹节 马来西亚次机志工推动万人斋戒 从北马到南马志工全体总动员 今年更有餐馆业者免费提供 素食午餐和民众结缘 以我能力可以的话 我就用我的能力来布施 做一些教育之类的 我觉得很有意义 很快乐 现在很多人素食 其实他们不是宗教方面 他们都是以环保 以环保为出发点 他们现在的年轻人 健康跟环保为主 这个活动蛮有意义的 就是说可以推动这个素食 这个活动给大家都可以参与 也可以帮忙地球能够环保 因为我们吃肉 就是吃动物的尸体 所以很像在杀那个动物 吃它的尸体 就是不好的啦 可能会下地狱 另外在雪兰娥也有14家餐馆 护持志工推动的万人斋戒 要让更多民众知道吃素的好处 其实我们是要响应比较多人吃素 然后给一个很好的平台 给更多人 新一代的年轻人知道 吃素是很美 是健康的 我们应该 每个人都应该 吃一点 吃不到一点 很大的力 吃点小力都可以 由我们自己做起 在越来越多人 注重健康养生的现金社会 素食成了大家讲究健康的 不二选择也为爱护大地 尽一份心力 大约新闻 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